有没有苹果特价机 有没有华强北简陋的苹果手机 我在这里先说答案 有是肯定有 但是并不多 最近阿伟收到了很多粉丝朋友的私信 首先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 阿伟对私信的信息做了几个分类 其中问的最多的就是 有没有苹果特价机 有没有华强北简陋的苹果手机等 我在这里先说答案 有是肯定有 但是并不多 我十分能理解大家想以最低的价格 买到最划算的机器 为此阿伟专门用了一天的时间 来找到十台所有各种型号的苹果特价机 机器拿回来已经全部测试完毕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型号 内存 橙色 拿货的价格等重要信息 大家好 这里是阿伟严选 目前在深圳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 关注我 每天带你了解华强北最真实的批发行情 首先这是一台无锁的苹果X256G 后盖有些许划痕 边框有掉漆和刻碰的痕迹 作为一款17年底发布的苹果旗舰机 当时的售价高达8000家 我相信现在依然有很多小伙伴在使用 这台机器我们的拿货价格是1450 接下来是一台无锁的12Pro256G 机器的屏幕相当完美 没有任何划痕 整体的边框也没有刻碰 但是这台机器 我们的拿货价格要比其他12Pro低 具体是什么原因 大家看我手指的地方 后盖底部有钉点的小抱脚 这样看更直观 自用无任何影响 而且机器还是低系统 14.8.1 既省电又流畅 这台机器我们的拿货价格是3450 这也是一台无锁的12Pro256G 三网5G的机器 后盖滴水撑珠 边框也没有刻碰还痕 这台机器和上一台如出一指 同样是在后盖底部有钉点小抱脚 拿货的价格同样是3450 手上这是一台6.7寸的无锁12Pro Max 顶配款512G 是帮一位粉丝朋友特意挑选的亮机 所谓亮机就是指机器没有刻碰 边框有正常的使用痕迹 因为作为一台使用过的二手手机 原装机是不可能做到零瑕疵的 如果有人告诉你 它的机器没有任何夹子 那么基本就可以确定 要么就是全新机 要么就是翻新机 至于我们这台机器 我们的拿货价格是4550 6.1寸的无锁12Pro 目前是3000档最值得入手的机器 这台机器的屏幕和边框都比较完美 接下来大家跟我看 可能是由于上一任主任没有贴全屏膜 导致机器后壳和屏幕的衔接处 有很多掉漆小点 但是对比它的价格来讲 也算是一台性价比比较高的机器了 拿货价格是3550 接下来还有五台机器 对二手苹果产品感兴趣的朋友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讲 我们下期再讲